英国变种新冠病毒传入中国 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发布研究报告说 上海发现首例变种病毒患者 是来自英国返国的23岁女学生 据报道 中国在英文的官方刊物 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中报中表示 研究人员在一名23岁女性身上 发现了这种新病毒 那名女性于12月14日 从英国乘飞机抵达上海机场后接受了检测 报道说 这名女学生在飞往中国的两天前 检测结果为阴性 在对她的阳性检测结果测序后发现 她与11月在上海爆发的 小规模病例的病毒株都不同 进一步研究后证实 那种病毒 于自10月下旬以来 在英国传播的变种病毒相同 报道还说 这名患者的症状诊断为轻度 女学生说她在英国期间 没有接触过确诊患者 也没有购买冷冻食品 但她在公园跑步时 没戴口罩 此外 女学生在机场候机期间 吃饭时曾摘下口罩 秋季学期结束前 洛杉矶的学校爆发成绩危机 在新冠病毒大流行之下 多数学生成绩大幅下降 不及格率攀升 教师想方设法联络学生和家长 试图补上缺口 担心他们可能拿不到高中文凭 阻碍了上大学之路 据洛杉矶时报报道 英文老师威廉斯在寒假期间 不断打电话 试图与学生和家长取得联系 因为太多人成绩不及格 报道说 威廉斯老师有28个学生 期末考试不及格 包括11名高四生 如果他们无法补交作业 将无法顺利毕业 尽管他已留言和发出电邮 但目前为止仅有一人回复 他说 我不知道如何在低分数和同情心之间 取得平衡 很多学生已经失联 我无法帮助他们 疫情期间 美国富人育富 贫富差距继续扩大 对于每小时收入不足20美元的普通国人来说 失业阴影 人挥之不去 但富人却在新冠疫情期间变得越来越富有 由于美国在疫情期间表现强劲 亿万富翁的净资产大幅反弹 自三月份市场处底至今 上图榜单中的美国亿万富翁 平均增加了57%的财富 这比标普500指数同期的整体涨幅高出约10个百分点 其中 特斯拉CEO 马斯克在新冠疫情实现了最高的净资产增幅 净资产增加了1290亿美元 增幅高达523% 马斯克旗下太空探索公司SpaceX 在私人航天业取得了巨大的进步之后 长期估值则翻了一倍 亚马逊CEO 贝佐斯的净资产增长排名第二 增加了740亿美元 增加财富的不仅仅是上述榜单中的美国亿万富翁 实际上 在新冠疫情期间 全球亿万富翁的财富平均增加了27% 其中科技和医疗保健领域的财富增长尤为强劲 中国有喝茶延年易受之说 在另一个饮茶大国 英国最近得到印证 据报道 纽卡斯尔大学一项最新研究发现 喝茶可以改善85岁以上老人的大脑机能 每天喝超过5杯茶的老人更能集中注意力 纽卡斯尔大学人类营养研究中心的这项研究 历时14年 涉及1000多名85岁以上的老人 在研究中 每天喝超过5杯茶的参与者 不仅更能集中注意力 在反应速度和准确性方面也表现得更好 这有助于他们完成拼图 缝纫等日常活动 来自研究中心的奥卡洛博士说 除了归功于茶叶本身含有多种成分 泡茶过程和喝茶聊天的仪式感同样重要 据报道 英国人均茶叶消费量仅次于土耳其和爱尔兰 据世界第三 此前有研究表明 喝茶能降低血压和胆固醇 甚至有助于减肥 研究人员认为 这一新的发现意味着 在提高注意力和反应速度等方面的老人饮食中 喝茶或许能成为一项不错的选择